那首先要先問導演問 那就是先講一下怪態之外面其實這個蠻特別的 他講的是兩個殘迫症的人 然後展了一個愛情故事 那為什麼會想要發想一個這樣的愛情故事來拍攝 我發想一個愛情故事來拍攝的就是 因為我覺得愛情人是大家生活中 每個階段都會遇到的事情 那在我這個年紀可能對愛情的想法會有一些 我可能會有一些屬於自己的想法 然後就想說要拍一個比較不同切面獨特的愛情的故事這樣子 所以這是怪態原始人起頭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這一部片之前就是在拍攝過程中 我們就有看到說這是應該是亞洲首部用 使用iPhone來拍攝完成的長片 那在使用iPhone這個器材來拍攝 跟一般拍攝電影你覺得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嗎 最主要就是說他很輕便 就是我們拜科技所賜 然後因為他很輕便的關係 所以整個在每天拍攝節奏上都變得非常快 那就在演員的那個消化的數量 他們也會變得非常急臭 那主要就是因為他輕便的關係 所以在輕便這件事實上 他就跟其他的攝影機有產生很大的差別了 所以就跟根本上面比如說每天拍攝的數量 或者是他們每天需要寄的台詞 或者是場次數 就會比其他一般來得多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剛剛導演講到演員部分 我們就先來問柏宏好了 好 剛剛導演講到說這樣一天等於拍攝的數量 都比一般拍攝還要來得多 那你在自己在拍攝的圖中 你覺得這是一個 怎麼樣形容這一段拍攝的過程 其實我們在開拍之前有非常多的準備 然後要有點像是練習用iPhone拍出來 是什麼效果然後拍完馬上看 所以雖然拍攝的時候感覺不錯 但是其實我沒有特別覺得會好像很辛苦還是怎麼樣 我比較多的是那個 因為導演在攝影上面有一些特別的設計 然後他的這個堅持在強迫症這件事情 除了從角色身上會看到以外 其實在畫面上 然後在甚至服裝造型每一個環節 你都可以感覺到原本只有我們兩個角色是有強迫症 到最後整個人去組的工作人員都會有他的強迫症 所以是那這一次是你應該是等一下你還沒看過這部片的手印 對 那目前心情如何 等一下就要在裝飾堂裡面會有600個觀眾跟你一起看這個亞洲手印 我其實很緊張 因為拍這個電影最不一樣的就是我們看回放只能看這麼小的螢幕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這個電影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 然後 廖民導演他 還有很多他的設計是在可能剪接後期的階段才發生 所以我很期待看這個電影 然後也非常開心來到台北電影集 因為 這是我的 我第一次在中山堂看自己演出的電影 也是我 十一年來 再一次回到台北電影集 上一次是 上一次是2009年 帶我去 這是我的第一部電影 所以 我覺得今天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棒的第一 希望以後傳來 傳來 對對對 好那接下來來訪問欣宜 對 欣宜是我們的台北電影集團的這個一波 對 這一次帶著我們的這個怪態的新作品 那也談一談跟導演合作就是 的部分有什麼樣很困難的地方 還是你覺得導演有什麼要求讓你覺得有點難做到這樣子 就是規模 規模 對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很好 因為 至少不會讓我們 就是演員們留下遺憾 就是待會等一下去看完電影之後 因為我也沒看過 所以 非常的不安 就是我覺得比緊張還要再多一點 比緊張還要再多一點 對 因為就像柏龍講 我們是在現場 有時候 因為 也不可能一群人 就是圍在 圍在一隻手機這樣看 有時候真的看不到 然後 所以我們 每一次有預告的時候 我都 我都很認知不看 因為我們也是有預告可以看 我沒有看沒有看過 我也是來回看好幾遍的預告 欸我也是 第一次我這樣播 你們是看了幾遍嗎 就是第一次看到 就是一定要他這樣播啊 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啊 然後看到成果 我們應該會超齊 超齊 那 我們應該要收到 我們應該要收到 我們應該要收到